11月7日 歌手杨静化 在台仔会展举行 《一千零一夜》 杨千花的故事 拉扩音乐会 老公丁子高 及林希 林星彤 苏丽珊等人到场支持 而吴叶坤 陈柏宇等歌手 则担任表演嘉宾 千花在台上除了分享心中的故事外 更演绎了多首经典歌曲 《一千零一夜》 当音乐会进行到尾段时 工作人员递给杨千花 一封来自居住荷兰歌迷的书信 在读信的过程中 他几度掩面而泣 此情此景也感动了全场观众 音乐会结束后才得知 这个读信环节是杨千花没有想到的 担心因为确实太激动 才几度哽咽落泪 我原本觉得自己走到 走到现在人生这个阶段 也是比较好去护记情绪 不会这样子的 但是没有想过 突然上台给我一个 在网路上获得的一个 Fans的信 所以我就 下蛋然后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